Hello, 大家好, 我是Calvin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就和大家开箱这一个 Gopro Hero 10 Gopro 终于来到第十代了 它最主要的升级是GP2 Processor GP1 Processor 应用了四到五年 终于肯转一个新的Processor 官方声称GP2 Processor 会更快 更加顺利 令所有东西都转得快点 总之就更厉害了 这样才能收到你的钱 来到第十代的像素 由第九代的2000万像素 到2300万像素 究竟有什么努力令我买GP10 就是因为它4K可以到120格 2.7K可以到240格 去到第十代5.3K可以到60格 是不是很棒 但等一会 我要问一下GP的问题 为什么5.3K只有60格 它没有24格这么搞笑呢 拜托你快点修理它 这些数字上的SPEC 我就不说太多了 因为其他YouTuber在我早几天 之前已经公布了这些很详细的SPEC 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开箱的手机给大家看 以及出去实测一下 看看这部Grobo Hero 10 究竟有什么升级了 大家是否值得去买这部新的Grobo Hero 10 我们首先打开手机 看看里面有什么在这里 其实我已经开过了 只不过为表诚意 开多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它一打开有这个设计书的东西 就叫你一定要更新设计 才可以用相机 它有QR Code 说明书 都是这样的东西 好了 我已经开过来用了 为表诚意 把贴纸都贴得比较坏 可以的 不断拆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好像是贴错了 随便吧 那它后面那一张也是一样的 它是叫你一定要 要更新软件才行的 因为你不更新 基本上这部机用不了 所以你一定要更新 那就记住去做 一分钟内都可以做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部机 它和那部Grobo Hero 10 差不多大小的 好像轻多一点点 只不过Logo 变成了一种 我挺喜欢的 粉蓝色 这样的颜色 这就是我们的主机 那它里面的包包有什么呢 都是那些东西 Type-C 它又有一粒电 它又有一粒电 很有诚意 进入袋子 给大家看 那都是跟GoGo 9一样 电是一模一样的 它有一个 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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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东西 接着有一个 转弯 螺丝 那这就是所有Grobo Hero 10 的配件了 那我们开箱完 看到这部机里面有什么配件之后 那我们是时候出去实测一下 这部机究竟有什么功能 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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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Grobo 来到第十代 它就转了GP2 Processor 那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 它GP2 Processor 是不是真的会快了 那我现在没有Grobo 9 在手 大家直接看Grobo 10 我就敢开机 就敢关机 和就敢Quick Capture 大家看一下那个感觉 有没有快到了 已经开了机了 转弯 转弯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代的灵敏度 是高了很多的 那它是很适合的 所以你进来 碰到所有东西 都是很Smooth 很快的 那如果上一代 它的前屏幕 你看的 它是会有Delay 那但是去到这一代 它就没有Delay 那其实这个 不是一个什么先进的东西 那都恭喜它 所以它会触碰到一些 很基本自拍的屏幕 可以即时看到 那我现在是用5.3K去录的 它都完全不会有Delay 那Grobo 来到第十代 那它影响 由上一代的2000万像素 提升到2300万像素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 它影响是不是真的那么棒 那这一代 它的HyperSmooth 就来到4.0了 那现在就像一个 平时做Vlog 那样的情况 拍下前面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都挺崎嶇的 那我拿着自拍棍就好 就这样走 那现在就跑给大家看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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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看完它影响 和HyperSmooth 4.0之后的效果 看看影片 它的效果又如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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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正值中秋節,正所謂月圓之夜正是我們攪夜之時 今天就最好來試試我們這部Golposa的夜攝能力 究竟有沒有進步 我現在去到馬鞍山一個公園 總之有很多人來人往,又黑漆漆,現在只有街燈 大家可以看到情況大約是這樣的 有些街燈一樣,看看拍得多清晰 看看有沒有進步 跟大家實測了這部Golposa Hero 10的大部分功能 現在跟大家來做一個總結 首先講到優點,在這部相機轉了GP2 Processor之後 確實是快了很多,順了很多,廣告是沒有人的 第二個優點當然是拍片可以升級到4K,120格 又可以升級到5.3K,60格 2.7K可以拍到240格 對於我這些經常去拍滑水和Wigsurf 經常需要這些慢動作畫面的人來說 它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我現在在拍攝的A7S3 它有4K,120格 平時沒有什麼相機做我的B-roll 可以拍到相同的慢動作 而且可以下水 暫時我可以找到的就是它 另外一個優點,當然是它的收音 它就這樣拿機收音 都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如果是普通拍Vlog 不是很吵吵的地方 它內置的收音麥 已經是做得不錯 當然大家可以加其他無線麥 但是你要去買一個Medium Mode 另外值得一讚的就是它這個新的Coating 由於我經常拍這些在水上有關的影片 它很多時候水會遮蓋著 我之前拍片試過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水黏在鏡頭上 我用手去抹 抹完就繼續拍 拍完回去看片 我想大家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因為手指的油 放在鏡頭上 之後的片就全部不要 去到這一代 以上我剛才說的問題 就已經完全解決了 它的HyperSmooth 4.0 真的很穩定 大家剛才看我的影片 不斷搖不斷搓 都絕對沒有問題 講完優點 我們可以講一點點的缺點 唯一一點點的缺點 我覺得是夜拍功能 需要有待改進 但是一個感應器 這麼小的感應器 其實大家都不要喜歡 它真的可以夜拍 好像A7S3 這麼厲害 晚上可以拍得很清晰 另外也是一個通病 當你拍5.3K 高格數的時候 相機會很滾 那我就今天在拍 試過輕過兩次機 希望GoPro可以快點 解決到這些問題 至於推不推薦大家買 如果沒有運動相機 我覺得絕對值得買 如果有GoPro Hero 9 就自己看畫面 自己考慮了 我就不說太多數字上的東西 這部相機絕對是不便宜的 它是賣4000港幣 但是大家可以去GoPro買 它叫Subscription 那就可以用3100多元 就可以買到這部GoPro Hero 10 那它這個Subscription裡面 就有一年的Cloud 給你無限量 將你GoPro裡面的影片 可以升上去 那大家記住一年 那一年之後 你就要每年給370多元港幣 去逐這個Subscription 那今集的評測就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給個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按下全部 那我之後有什麼新影片 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那我們下集再見 Bye